在2016年的时候 时代周刊邀请来自全世界的专家们 评选出了自摄影诞生以来 最具影响力的100张照片 这些照片充分地展示了摄影的魅力 以及对于世界的影响 我们在之前出过的那期 世界上最贵的照片里介绍了一些 今天我们又挑选了几张非常经典的照片 跟大家聊一聊他们背后的故事 第一张咱们再来一个贵的 十大月光 这是爱德华时代清制作于1904年的作品 2006年的时候拍出292.8万美元 当年支合人民币大约2336万元的天价 是在当时刷新的世界上最贵照片的记录 这张是照片吗 看起来像画一样 对对对 你可以说它是一张像画一般的照片 作者其实也是在有意 蒙古之二者的界限 至于为什么我们待会再来讲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张照片的本身 月光洒落在幽静的树林中 树林倒映在池塘里 可以看到画面有像油画一样 非常丰富细腻的层次感和色调 还有很出色的光影处理 每个人对这张照片的感受可能不同 我自己会觉得它展现出了一种 如诗如画的浪漫情怀 但同时也散发着淡淡的忧伤 小胖我问问你 这张照片你觉得是彩色还是黑白的呢 应该不是黑白的吧 有一些黄色和青色应该是彩色的 对它是一张彩色照片 但是当时彩色摄影还远远没有普及 虽然关于彩色摄影的研究 早在19世纪中旬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一直没有一种便于使用 并且效果拔群的技法出现 直到1935年科达发布 Coda Chrome这本胶卷 彩色摄影才开始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 而池达月光这张照片 其实是一种叫做 Gunprint的古典技法制作出来的 关于这种技法呢 以后的摄影编室的视频里面会详细说到 色彩是作者在后期的时候 手工上色出来的 这种技法的难度和这幅作品 作为最早期彩色摄影先去的历史价值 都无形中抬高了它的身价 并且呢这张照片一共只制作出了三幅 但是呢因为技法的特殊性 所以呢其实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稀有也是它拍到天价的原因之一 而且一幅作品的价值 跟它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 这部池达月光的作者 艾德华·史泰芹 我们有必要浓墨重彩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史泰芹是卢森宝一的美国摄影师 画家和策展人 他15岁的时候开始专业绘画 在16岁的时候夏琳也决心 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 史泰芹想年94岁 但是呢有70多年的时间都在拍照 所以呢咱们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中 窥探出那一段摄影和绘画的历史发展轨迹 其实在摄影被发明以前 绘画在图像上是追求写实效果的 因为在当时人们想要直观的记录和表达 人眼所看到的事物 基本上都是靠绘画来实现的 但是呢1835年达盖尔发明摄影书之后 摄影师们能够相对轻松的制作出更加写实的图像 并且呢不需要像绘画一样经过多年的练习 因此呢这在当时 严重的影响到了写实画家们的地位 法国当地的美术界大佬们甚至还向法国政府提出 禁止条摄影书这种要求 可见摄影界和美术界的火药味十足 因为客观上绘画要做到画面上的写实 就是要比摄影难得多 因此呢在摄影被发明之后 印象快崛起了 比如就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莫奈 既然在写实上干不过 那就来比抽象吧 当时摄影也是才出生不久嘛 远远没有办法和拥有上万年历史的绘画相比 因此呢也是处在鄙视链的底端 写摄影的人们 当然想要为自己的所爱争取到更高的地位 也想要在艺术界拥有一席之地 因此呢大概在1885年开始 一种全新的摄影风格开始流行起来 就是Pictorialism 即绘画主义 这种风格的流行和绘画印象派的崛起 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体来说 摄影界的绘画主义的特征 有比较关键的一点呢就是 刻意抹去摄影带来的不必要的客观细节 而只根据摄影师的表达意图 来保留适当细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回看 石台青的这张绘画主义的摄影代表作 《时常月光》 是不是就明白了 再后来呢由于大事所需 石台青放弃了画意摄影 开始开拓时尚摄影 并且还担任了名利厂Vogue一些杂志的首席摄影师 人们评价阿德华 石台青呢说他实际上 艺术和时尚有机的结合起来 颠覆了人们对于以往时尚摄影的概念 将时尚摄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而呢被后来的摄影艺术家们 尊称为时尚摄影之父 那么到这里呢 他就已经功成名就了 但是他的故事才只讲了一半 一战爆发的时候 石台青去参军 成为了美军的航空摄影师 负责空中侦察拍摄 二战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导演了一部关于战争的纪录片 还获得了1945年 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奖 晚年的他主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负责策展工作 1963年的时候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为石台青颁发了自由勋章 褒奖他一生在摄影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 然而即使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当年都差点被他爸给劝退了摄影 石台青第一次也想起拍照 拍了50张照片 但是最后只冲洗出来的一张 其他全部都翻车 不像我们现在的数码摄影 可以拍完立马回看 在彩色摄影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 摄影可以说是既费时又费钱又费礼 他爸就觉得你拍的什么玩意儿 没有天赋就不要随便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也觉得很沮丧 差一点就放弃了 但是他的妈妈非常支持和肯定他 说他拍的这一张就已经抵过了 翻车的那49张 所以他就重新的振作了起来 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外界的鼓励 对于爱好的培养非常重要 做什么事情一开始失败了 其实没有关系 只要坚持下去 说不定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就像你们给我投币一样 我有的动力 自然也会跃作也好 这就是这幅池塘月光的作者 爱德华石台青的故事 这幅世界上最贵照片的记录 保持到了2007年被古尔斯基的99美分 以超过334万美元的价格打破 现在记录的保持者 也仍然是古尔斯基的作品 蓝银河2号 430万美元 虽然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天价了 但是世界上最贵的画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是达芬奇的救世主 拍卖到了4.5亿美元 那蒙娜丽莎呢 蒙娜丽莎应该会更贵 但是没有出来拍卖过 除此之外呢 也有其他的一些绘画作品 拍卖到了上亿美元的天价 相比之下 摄影史上最贵的照片 也就才430万美元而已 这个落差还是很大的 现在呢 我们来看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一张天文摄影照片 1995年 哈勃太空望远镜向人们展示了 它在宇宙深处 薄活到的距离地球 7000光年的巨蛇座 银状行云的内部 这里的三个像烟囱一样的原著呢 其实是星际禅云 一张好的照片往往需要一个好的名字 在阴状行云的内部 年轻的恒星正在孕育 因此呢 这张照片被命名为创世之柱 是一个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 这么一个非常有史诗感的名字 这也太震撼了吧 是啊 这种照片出来之前 你可能读过很多科普文章 听过很多天文讲座 但是呢 都不如这一张照片 来的直观和震撼 这就是影像的力量 顺带一提 最左边的柱子的高度是四光年 其实是光速从柱子的底端 抵达顶端都需要四年的时间 而且呢 云层顶部手指状凸起的这个部分 比我们太阳系还要大 宇宙真的宏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除此之外呢 哈勃旺镜还拍摄了很多宇宙深处的照片 让我们更加直观的认识和研究宇宙 在2014年的时候 为了庆祝哈勃太空望远镜发射25周年 天文学家重新拍摄了新版的创世制度照片 这让照片的分辨率更高 视野更广 可以显示出更多的物状助击 图片中的蓝色代表氧气 红色代表流 绿色呢 表示淡和青 他们还拍摄了一张红外照片 这种照片在地球上能拍到吗 应该很难吧 据NASA说呢 可以用小型升空望远镜 观测到阴状星云 然后呢 如果想要看到创生之柱的话 最好在7月份 在极好的观测条件下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光污染的地方 是用大型升空望远镜 就有可能观测到 然后呢 还有一种摄影呢 就叫做升空摄影 就是用天文望远镜 赤道仪等等一些设备 就可以在地球上捕捉到 非常迷人的升空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 就是仰望星空的时候 总是会被深深的吸引 事实上人类也从未停止 对宇宙的探索 问一下小房间 第一个灯枪月球的人是谁 林克斯 到底是谁 阿姆斯特朗 第二个呢 奥尔德林 哦 你还知道奥尔德林啊 地球人都知道 一般人都只会记住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呢 往往都会被忽略 从奥尔德林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有些遗憾吧 但是呢 他却以另一种方式被永恒的铭记 这就是20世纪最有名的照片之一 月球上的男人 照片里的就是奥尔德林 在1969年7月20号 人类乘坐着阿波罗11号 首次登上月球 这张照片是阿姆斯特朗首次哈苏 拍摄的奥尔德林 在月球表面线索的画面 整张照片很简单一懂 就是一个穿着宇航服的人 住立在坑坑哇哇的月球表面 身后是传黑的宇宙空间 头盔上反射出到他面前的环境 这一刻铭记了整个人类宇宙探索的重要时刻 它的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 突然聆想到这一句话和另一张照片 拍摄这张照片的相机就是这台 哈苏HDC 当时呢 这款相机配有蔡斯标钢65mmF5.6镜头 和70毫米胶卷盒 每个胶卷盒可以拍摄200张照片 安装在HDC中呢是独特的感光照片 在温度超过120度 低于零下65度的极端环境中 这台相机仍然能够保证输出高精度的画质 阿姆斯特朗将HDC置于胸前 在月球表面上完成了拍摄 这是在太空中前所未有的尝试 这么一台优秀的相机 并且呢还是这么一台具有历史意义的相机 因为登月计划极为严苛的返航重量限制 除了胶卷以外的部分 就永远的留在月球上 更有神话的感觉了 那么第四张照片呢 就是一张非常有名的既视摄影 叫做乡村医生 照片里天空雾云密布 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但是画面中的医生还是非常坚定的手提医药箱 组在出诊的路上 在现在如果我们生病了 第一时间就会去父亲的医院 刮相应客室号看医生 透视情况下呢 还有急诊和救护车 但是呢在现代医疗体系完善之前 偏远地区是很少有医院的 可能方圆几百里只有一个医生 所有的病人都得找他看 照片里有主人公赛里亚尼医生 就是他所在小镇方圆400英里里 唯一的一位医生 他其实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医学院毕业的 然而毕业之后 他没有选择留在城市里 做一个专科医生 虽然那样收入更高 发展更好 但是他选择定居小镇 做一名全科医生 乡村医生的作者是尤金史密斯 就算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但你也一定听过他所属神秘组织的大名 马格南 他是一名非常厉害的技术摄影师 乡村医生是一组专题摄影的照片 最早呢发布在Live生活杂志上 史密斯花了三周的时间 深入跟拍这位乡村医生的生活 他的目的是从拍摄对象的角度 看待世界 并且来让观众也能够感同身受 通过如此有深度的拍摄方式 史密斯的这些照片看起来 就像是一篇代入感极强散文 这张照片是医生结束了凌晨两点的手术后 在医院厨房里断着咖啡和香烟的样子 侧面反映出他作为镇上唯一的医生 工作非常辛苦和忙碌 几乎也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厨房常备新鲜的咖啡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1948年 这名乡村医生手离代理的东西 那么这间房子呢 就是在里亚林医生工作的医院 本来呢是之前镇上的退休医生的住所 之后呢大家筹款了三万五千美元 买下了这所住宅 并且呢改造成了医院 购入了一些医疗设备 这间医院有三个病房 可以容纳14名患者 镇上的人口呢是2000人 原来的医生退休之后 塞里亚林医生就接替了他的工作 除了乡村医生之外 摄影师史密斯还前后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 去采访拍摄了日本九州熊本县 水宇村的工业污染 如果心理承受能力强的同学呢 可以去搜搜看像是质子入狱等等这些照片 尤金史密斯的照片 往往都是非常深入备设者的 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刻画人物和故事 而且呢他的选材 往往都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所以呢他的照片总是会让人动容 当然呢即使是相对客观的即时摄影 也是有包含摄影师的主观性所在的 会有选择让你看到一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种摄影是更加客观的 几乎不包含个人情感的 屏幕前的你我都应该拍过X光 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应用X光的照片 拍摄的是威廉伦秦夫人的首 拍摄他的人呢就是他的丈夫威廉伦秦 他在1895年的时候发现X射线 说服他夫人作为实验对象 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X光照片 从此人类能够通过照片 看到人体内部的骨骼构造 在医学上拯救了成千少人的健康和生命 以为后来的无数发明和发现奠定的基础 因此威廉伦秦获得了190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好了 本次视频我们又了解了几张意义重大的摄影作品 也顺带地了解了一小段摄影发展史 不论是为了更加个性表达自我的绘画主义摄影 还是能够给全人类展示宇宙浩瀚的深空摄影 都是摄影对人类来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摄影是一种记录 捕捉和定格一个瞬间 摄影是一种艺术引发人们的思考 摄影更具有实用价值 在医疗科研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我偶尔会感叹 自己真的很幸运生在这么一个好的时代 摄影不再有以前的高门槛 不再昂贵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轻易地接受到它 摄影有无限的可能 希望大家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到摄影的美好 好了 我是Link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